Hello 大家好 大家知不知道香港現在有什麼是No.1的呢? 答案呼之欲出 就是香港的高樓價 已經榮升到全世界最貴的城市了 一層這樣的單位 平均 不是說最貴的那個 是說平均的價格 是要900多萬 香港買樓又貴 租樓又貴 這個基本上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 那今天呢我就不是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為什麼香港樓這麼貴啊 為什麼被人炒到貴了啊 高地價政策啊 什麼什麼什麼 我就是想說 究竟有些香港人是怎樣在這個 這樣的制度和這樣的社會下 掙扎求全呢? 我就會用我自己的例子來講的 那我的一個秘密就是呢 其實我之前是在工廠區的一個工商大廈 裡面一個百多呎左右的劏房裡面呢 是違法地 住了大概一年左右的 那為什麼我會說是違法呢? 為什麼要有兩個括弧呢? 就是因為呢 其實我不是完全違法的 我是走了一些灰色地帶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有網點啦 是不是 那跟著就 我在那裡呢 都有放了一些貨在那裡 那同時也有一個做事的 就在那裡做事啦 然後 我同時也放了一張床仔在那裡 那你不可以避免 有時候我們在那裡點點貨 或者做一下東西 或者拍一下影片 那會覺得很累 需要休息一下 那有時候會通宵做事 通宵做一下東西 又會不小心欺著 這樣嘛 那所以我都不完全是 是作了住宵樓圖 那所以呢 都不可以說是違法的 嗯嗯嗯 這個宮廈裡面 居住的日子呢 我就看到很多 香港人掙扎求存 的面貌 包括是那個清潔姐姐呢 其實她是因為被人騙 那就 基本上是 非合約制 即是假自顧這樣 她在那裡掃地 清潔 掃了幾十年 然後是 走的時候是 連 就是 少少的福利也是拿不到 然後呢 月薪是說的 只有九千元 有一個是全身癱瘓 基本上只是動手指 要坐電動輪椅的人呢 她是 不知道家人買了全層 還是她租了全層給她 那棟工業大廈 那她就在那裡住的 晚上的時候呢 當我看出窗 環顧一下四周的工業大廈呢 其實我都發現很多是 燈火通明啦 之餘呢 我有時候八卦 看看進去嘛 其實看到裡面完全是 家居的設定 那 就 其實香港人都真的 有少少少慘 就是 這樣供了她住這個工業區 接著下來呢 我就會講 在工廠區的工廈 居住的 好處啦 壞處啦 以及原因的 那原因呢 就很簡單 就是因為窮 是窮啊 那第二就是 很明顯是 想要私人空間 但是 又afford不到 去做一個正常合法的單位 是窮啊 難道說貪隔離 就有 那些貨車很方便嗎 一定不是 所以都是 香港人的工資 收入 追不上租金或者樓價 第一 就是便宜了 便宜了 在詐詞上 不是真的便宜 但是 對比香港其他房子來說 算是便宜 一般來說可能 四千多元 開始可以有得住 去到七千多元 八千元的 都會有 那例如我那個單位呢 就是 一間房子這樣 那 你擺完床之後呢 你隔多 有一條好像兩三尺 左右的走廊 然後就放一些櫃在那裡 完了 然後就 有一個 就是 包在你房子裡面 有一個廁所 有熱水爐那些 那你可以洗澡 是的 這樣的單位呢 就 五千元港幣一個月 是的 那 你五千元港幣呢 基本上你要去 近市區的地方呢 都很難租到一個 優質一點點的地方 要不就可能要沒有升降機 要不就很殘舊啊 漏了油 漏了水啊 這樣 第二 就是 漂亮啦 很多這些這樣的單位呢 他都是用工作室來包裝 那當然啦 很多人 譬如是我啦 那你真的 你也真的拿來做工作室啦 他用了一個工作室包裝之後呢 其實這樣 真的未必是 質地很好 但at least都是新裝修 乾淨的 那麼呢 他門口呢 都是會有密碼鎖啦 有些玻璃門 這樣隔一隔 這樣 那個裝修都是 旗里乾淨新的 那就 漂亮啦 如果你要租住宅呢 要有回 就是這樣的裝修啊 或者是 就是這樣的 智能門鎖啊 其實你是不可能 有五千元可以租到 都不知道租不租到床位 如果要住宅的話 又要近市區啊 第三啦 就是 方便 因為呢 其實他那個區呢 是一個工商區啦 那就有很多的辦公室 很多的工廠在這裡 那變了呢 也有很多人上班 下班 那周圍呢 都是食肆臨立的 配套呢 都算是齊全 就是不會擔心 說沒有東西吃啊 或者 怎樣啊 那另外呢 由於他是 近市區啦 交通呢 都是ok的 有什麼好處呢 住工廈有什麼不好處呢 第一 就當然是違法啦 這件事是 不對的啦 雖然都是政府 要迫糧為槍而已 那 就是違法啦 那你可能要體心吊膽啊 怕會被人拘捕啊 那些東西啦 第二就是呢 其實 有可能呢 是會有些吵的 但是我就很幸運啦 我住那裡呢 其實附近雖然有些廠 但是他們做的東西 都不是特別 會很吵的這樣啦 但是你打開窗 都是會有 就是一些背景的吵音這樣啦 第三呢 我想都不是 只是 住工廈的問題啦 而是講的是 你住劏房的問題 嗯 是會煮食方面 是很有困難的 就是 你將床 走兩步 已經是 沒有位的了 你還要放一個爐 假設你是要煮啊 你還放一個爐在那裡 你煮的話 你的味道是完全是 只有房間 是分了你的房間的 基本上 那變了 你是很難去煮食啦 位置很小啦 你就算煮肉 你煮的東西 怎樣煮呢 你的菜也在哪裡洗呢 你只有廁所仔 廁所的升盤又這麼大 廁所呢 基本上你個人進去 已經是轉不了身的了 那你又不會可以在那裡洗菜啊 煮麵啊 什麼的那些 那你就出去了 你煮的時候 你又 在整張床旁邊煮 其實是很不衛生的 整件事 在廁所旁邊就是要煮飯 煮飯旁邊就是床 那 怎麼做人呢 是不是 第四個問題呢 就是 由於他們其實 在一個單位呢 不斷改裝 劏開了 渠位呢 可能根本都不是很適合 我剛剛進去住的時候 說的是 有整個月呢 廁所水是反初流出來的 其實很噁心 整件事你不能去廁所啦 然後 污煙漲氣啦 那些水啡色這樣啦 然後 要 下街去廁所啦 洗澡又會怕水會 浸出來 因為其實它那個 所謂整個廁所 洗澡的地方 就在正 就是站進去 這裡就是洗手盆 這裡就是座廁 那你就站在這個這樣的位置去洗澡 那 對啦 那就是因為它這樣 有一點點 不知道是不是違規 這樣去見 導致其實很容易 就會出現這些渠的問題 等等的問題 那但是大家最擔心的 可能安全問題啊 會不會有賊啊 或者會不會有強盜啊 什麼那些 我又住了一年 我又不覺得有 就是 反而我覺得那個區 或者 都算是安全 那 那還有一些人啊 樓下的看間啊 都不錯 都OK 我又不覺得特別有安全問題 不過這個 只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那個劏房呢 就在一個單位 一劏了四的 那有獨立的門口啦 獨立的廁所啦 呃 還有獨立的門鎖啦 那樣 那就 我覺得保安方面都OK的 那我就說一下 我的鄰居先啦 其中一個呢 就是 單身男子 那就 欸 目測四十多五十歲 那樣 那就 整天都很早就 去了上班 然後又差不多 可能七點多 就會回回去 那樣 第二 間房呢 就是 一對情侶來的 那我不覺得 他們是整天來的 那就可能是 一個禮拜才見到他們來一次啊 那就 可能有時候都不知道有沒有 還是可能我不是抱著他們啦 那但是就 不見他們有整天出現 那 有可能他們是 想當這裡是一個酒店房 我不知道啦 那這個是我的猜測 那第三間房 我啦 那第四間房呢 就是 就是 都是一個男子來的 那就是 我沒有什麼見過他 但是 見過他一兩下這樣 那 都有跟其他房客 聊過 他們 廁所呢 都是有塞了的問題 還有 都是有些距離的問題 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的經歷 還有我在工廈裡面 體驗到的東西啦 那 可能有些人就會說 哎 為什麼你要做一些違法的事情啊 或者想去舉報我 首先我是Borderline的 我不是真的違法的 第二就是 喂 大哥 你以為有頭髮想做辣躲嗎 想吐頭嗎 就是 香港的土地問題 或者住屋的問題 已經嚴峻到 是全世界都知道 香港是有這個住屋問題的了 你以為好地地 好人好者 想住一個一百尺都沒有 廁所進去就轉不到身的 這樣的一個劏房 還要在一個工廈那裡住 好人好者想犯法的 喂 我鬼不想啊 家屋啊 有九百尺啊 但是那個問題 你在市區 如果你要就上班的 你要租一個 優勢一點點的單位 你都要可能要一萬元以上 我才可能優勢一點 保安好一點 不用每天延堂樓啊 這樣 那你的香港人份人工 喂 我當你一萬五元已經 可能不算是特別差啦 你一萬五元 你有一萬元去我租 倒計水電門 你怎樣 怎樣住啊 大哥 是不是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才會被我見到 有這麼多人 會跑去這些工廈那裡住 就是 我覺得如果政府 真的抓他們的話 真的要全民要上街抗議 就是現在是政府無能去 解決市民的基本住屋需要 搞到 我們要走去這樣住 這些屈質的地方 之後還要告我們 或者什麼 就是 麻煩去反省一下 就是這樣 記得訂閱啦 拜拜